咱们讲一下首相中的爪子纹 爪子纹是指天纹、人纹、地纹 三线同源形成爪子纹 咱们看一下这位女士的首纹套战 你看她这个地纹是从上到下开始延伸 人纹从上到下开始延伸 这是人纹,这是地纹 天纹感情线从小手指根部开始向上延伸 然后三线合一,在这个位置据为一点 这就为爪子纹,首相 它不论男女,它都是比较重情重义的 并且天纹它本身就代表感性 地纹和人纹它代表理性 你看三线相交 它就是属于理性混杂的一种现象 万万不管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不计后果 但是呢,爪子纹的人不论男女啊 他能够在事业上 在运势方面上经历起大风大浪的挫折 而让他本人在挫折中获得一定的发展 他不论在事业上、财运上 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势方面上 一旦出现挫折 他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反转能力 但是爪子纹的人在情感方面吧 往往容易出现一些不信心的地方 这点在日常生活中比较明显 爪子纹的人 他一般的容易助人为乐 并且呢,乐散好时 但是爪子纹的人 他不论是在事业还是求财方式方面上 他都容易啊 这要认允的事情 一般都不会轻易的放手 爪子纹的人啊 他有着一个不到防守不死心的恒心和决心 这点啊 这是爪子纹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如果长内纹理配合好的话 一般来说爪子纹 他都是主富贵之命 这就是爪子纹的比较明显的特征